自己再把這三個按鈕 把它做變,應該會把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指定聚集 然後把第一個改成那個 我們剛剛的那個就是 錄製的這個黑名單篩選 那名稱的話你可以把它 複製貼過來,那這邊是清除 那這邊就是黑名單篩選VBA OK,那記得名稱這邊不能出錯 如果出錯的話,那表示你 原來的程式是有問題的 就像說我同學會出錯 最常發生的第一名就是 你名稱重複了 像這個有沒有,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那可是你可能沒看到 你不知道下面有一個一樣的 你又繼續貼,那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看一下按右鍵指定聚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進來,這個是很常 會被同學問到的問題 同學說,老師為什麼你的是 前面沒有這些東西 什麼哪一個 哪一個檔案的 然後驚嘆號的哪一個 那為什麼我這邊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那表示說 你的那個sup名稱有重複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重複,你就檢查一下 OK,所以剛剛我是故意 這邊再多一個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把它刪掉的話 那你再回到這邊來看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有沒有,就OK了 完全就正常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小地方 剛開始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錯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原來這樣 後來是不經意的 對,看到同學的這種問 原來是這樣的問題 OK,所以這個是很常遇到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它run一下 那剛剛run的結果 其實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 好像稍微有快一點點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有沒有 好像快了那個0.01秒 OK,不過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但是同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呢 按下它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殘影出現 那就有同學說 老師是不是可以把那個殘影給去掉 不要讓它一直 有那個好像 那個殘影出現 感覺好像是城市壞掉的感覺 但實際上沒有啦 只是因為它要切過來之後 又要切回來 那你這邊come if 還在繼續在運算 所以它會來不及切 來不及畫畫面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希望讓這個畫面 不要造成剛剛的這種問題發生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怎麼去解決 不過我後來思考一下 其實可以按照邏輯推理 它其實是因為它來不及做畫面更新的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你只要告訴 告訴誰 告訴Excel 跟它講說 待會執行那個程式的時候 不要幫我更新畫面 也就是說反正你就照程式跑 但是你畫面部分不用管它 反正你就是不用畫也沒關係 你就維持這樣子 因為我只要看結果 我不用看那個畫面切來切去那個 切去那個不重要 所以你要怎麼跟那個 Excel跟它講這件事 所以第一個請你在黑名單篩選 這邊下面這邊按一個Enter 然後按個Tab鍵 那怎麼跟Excel講呢 Excel的話呢 它的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其實就是 英文的意思就是應用程式 其實在這邊指的其實就Excel 或者是說你說VPA有沒有 像這邊有個Video Basic 那A的話指的是什麼 For 後面其實有 VPA是什麼的簡稱呢 就Video Basic ForExcel Application OK 所以這個A就是Application 好 那目前這個Application指的是誰 指的是Excel 你就跟它講說 Excel你幫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請你幫我把那個畫面更新 這件事情關掉 那所以你點一下 如果點下去發現呢 奇怪 它怎麼沒有下拉清單 主要原因可能是 我打錯字了 Applic Ti1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CATi1 對我打錯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字拼錯的話 有沒有 你點下去 它不會出現 所以 字能會打錯了 所以字能會打錯了 Application 我怎麼突然 對了 OK 少一個i Application 糟糕了 這個字常拼 突然間 這是腦霧嗎 還是 還是 中年都會這樣嗎 OK Application 所以特別注意 假設 你如果點下去 它沒有這個清單 那表示你拼錯字 OK 就這樣 這很正常 所以以後你打VBA 就一個習慣 就是你 慢慢養成習慣 就是 點一下看看 然後畫面更新的話 英文應該是怎麼 怎麼怎麼拼這個畫面 畫面應該是 畫面應該是 畫面可能 我在猜是Screen 所以你打一個S 你會發現 神奇的事情出現了 它出現有一個叫Screen Screen就畫面 那更新的話 就什麼 就Updating 所以呢 其實它只會有一個設定 那這個就是 一隻手拿的資料 其實就一般 叫屬性 屬性的話 其實你可以理解 它就是一個設定值 那這個設定值裡面呢 它要放什麼 你就等號 你會發現 它就給你讓你選 請問一下 你那個畫面更新 你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它有個開關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 你要開的話 那就是True 關的話就Force 有點像開關一樣 所以喔 預設是開 預設是這一個 所以我要怎麼樣 把它關掉 所以怎麼關呢 很簡單 把它Force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其實在Esser 或程式裡面 其實你打0也可以啦 0跟1 也是TrueForce OK 所以不過我們這裡 剛剛用Force 它其實幫我們打 那我們就只用選的好了 所以等於Force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幫我更新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不要幫我更新畫面 會不會有影響 試試看好了 所以只有加這一行喔 其他都沒加喔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厲害 把它清楚的喔 那我剛剛按下去 會有畫面更新 但現在有沒有發現 欸 它居然什麼畫面都沒更新 而且喔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執行的速度 會變快一點點 至於快多少啦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計算 所以喔 我印象中大概至少 多百分之五十的效率 也就是跑得比較快 為什麼要跑比較快 因為它不用去管畫面 要更新這件事情 它只要專注在計算這件事情 所以效率會比較快 OK有沒有 按下去 不過它沒有計算喔 它其實 OK 那同樣的道理喔 底下這邊黑名單篩選有沒有 我們如果假設 現在應該是畫面還會更新 像這樣卡卡的 可是如果你假設 希望說呢 能夠讓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application.scribeupdating 如果也能夠用在 這個黑名單篩選VBA上面的話 那加上去之後喔 它其實就不會更新了 所以一樣清掉 有沒有發現 欸 不會耶 有沒有 而且好像會跑比較快一點點 OK OK啦 那當然喔 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其實就是加一行敘述 就是 application.scribeupdating 等於force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